更深的理解是什么呢 就刚刚我们大家所念的一段圣经 就是以夫所书 以夫所书第二章的那段圣经 以夫所书第二章第一节 也就是说我刚刚 我们刚刚念的第一个第一次 一开头念那个圣经 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那个 他就我们脱离了黑暗的全世 你知道黑暗的全世是什么样的东西 是黑暗的全世吗 你可以在以夫所书第二章这里找到 我不妨我们大家再念一遍 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 预备来 你们在过犯这种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心事为人 随同今世的共处 正如共同道选择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闭迹 新主书民生的世界里 我们在中间也就在他们中间 放纵都已在实力 随着何不已做新闻所习号来去行 随着何不已做新闻所习号来去行 好从前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就是说这个黑暗的全世是什么呢 罪 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我们都犯了罪 人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逃脱的是罪的问题 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这是黑暗的全世 黑暗的全世它包括什么呢 第二节就是说 今世的风俗 今世的风俗 知道现在社会上很多风俗吧 世界上的人就沉迷在那种风俗里面 我们信主的人不能够 我们跟他要分别出来 因为这个世界的 你这些糜烂的东西 这些风俗的东西 我们不能学 因为这是属于黑暗的全世 还有什么呢 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谁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撒旦 对了 撒旦魔鬼 是世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什么呢 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如果我们是不信耶稣的人 他的心中被罪挟制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个空中掌权的首领 的邪灵啊 这个邪灵在他的心里挟住他 叫他不能自拔 这个邪灵 我们不信主的以前也是一样 在世界上就顺从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在这黑暗的全世里边 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做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句话 我们那边经常想 只要我喜欢 是不是 我喜欢我就可以做 这是什么 谁从你肉体的私欲 爱好去 你喜欢的并不一定是好的事情啊 你喜欢的并不是神喜欢的 你喜欢的也不是真理 也不是什么 但是就是说 这句话代表什么 你自己 你的肉体 你的邪情私欲 那就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做那些金氏 谁从金氏的风速去做事情 所以本为可怒之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神真是很伤心啊 是很愤怒的 可怒之子 这很生气的 那怎么是这样子的人呢 我们都该下地狱的人 对不对 和别人一样 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们 我们真是要珍惜 主给我们这个救恩 因为什么呢 因为神实在是太爱我们 他救了我们 他救了我们 让我们跟世人有分别 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我们不随这个世界 我们不在这个世界的控制之下 因为他救了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 而且牵我们到他爱子的国里 那我们再看一看第四节 第四节我自己念好了哈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活恩 第六节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 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哎呀 我以前呢 我从来没有认为 我是坐在天上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人知道说 哎我现在是坐在天上 你有没有觉得我坐在天上啊 有没有啊 有啊 有时候有 真好 我平常也会念这圣经 但是就没有注意到这句话 这个耶稣基督救我们 救到什么程度呢 叫我们与基督耶稣 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主耶稣基督要救我们 救到哪里呢 救我们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坐在哪里啊 是在神的国里 我们是神的儿女 对不对 那你怎么样 你是不是现在坐在天上了呢 大家我们今天回去以后 仔细好好想一想 我现在是在哪里 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 对吧 我不是说我们都飞飞飞飞 非常高天了 是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心灵 有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的话 耶稣基督成为你的生命 你就是坐在天上 这个跟身体 这个不一样 身体带着肉身 我们怎么都上不了天 但是我说我们的灵 我们的心灵 有耶稣基督 作为我们的生命 那你就是在天上 对吧 你怎么能有耶稣基督做回你的生命呢 以前我们的生命是犯罪的生命 对不对 主耶稣基督救了我们 脱离了这个犯罪的生命 对不对 牵我们到爱子 他爱子的国里 我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了一点 就是说 神怎么救我们 脱离了我们自己 让我们得到基督的生命呢 我想大家很多弟兄姊妹 都是受敬 受洗归于主名的人了 我们不妨再看一处圣经好不好 今天看圣经比较多一点 看罗马书 罗马书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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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第三节念到 第七 不要念那么多了 从第三节念到第六节就够了 找到的话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 预备来 祈福之我们这受洗归于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于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助洗归于死 多大一路埋葬 愿使教我们一起 以后没有去真的要死 向基督接受父母的不明耀 从实力不过一样 我们都在怕死 在心脏上的阿弥陀佛 也不要在怕 不过在心脏上的阿弥陀佛 因为知道我们在救援国